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2年11月1號星期二 有收到一台木川的Bump 它的型號是KQ400的 它一樣是鑄鐵的 同樣的問題就是裡面生鏽的很嚴重 初步判斷一樣漏水 之前有拆了另外一台的機械軸鋒 零件在這邊 之前拆的那一台沒有很明顯的漏水的問題 所以我在想說可不可以把 之前這一台的一些零件換到這一台 那這一台就可以繼續使用 那當然是鑄鐵的材質 我就是不建議在家裡使用了 那我個人的建議就是 你在購買加壓機的話 盡量選擇束缸的 或者是全機不鏽缸的 那相對也比較衛生 鑄鐵的就是可能比較便宜吧 所以我去找的時候很多機器都是鑄鐵的 雖然它比較耐用 因為大部分的漏水問題 都是出在機械軸鋒 所以理論上只要換好機械軸鋒 應該就可以了 那這一台我們一樣先試一下馬達 看它的馬達是不是正常的 那目前測試起來馬達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直接拆機更換 木穿的部分 你可以上網去抓他們的說明書 那你如果有拆機的順序或者是一些疑慮的話 就是後來要裝回去 你不知道怎麼裝的話 你可以上網去抓他們的分解圖 這邊都有 它寫的很詳細 包括你所有零件的一些專業名詞 譬如說你壞什麼東西你要買的話 你就可以按照上面的一些記號 然後數字 然後它的編碼 下去選擇你要的零件 就這樣子 那我就是先進行拆機 我已經將前面這一個部分拆下來了 那給各位看一下 為什麼我會說鑄鐵的你不要買 你看它只要一漏水 它裡面就變成這樣子 它整個都生鏽的非常嚴重 所以你說這個對於衛生來講 可能不是那麼好 所以鑄鐵的我是覺得真的不要買 要買就是塑缸的 可以的話你還是買全機不鏽缸的 理論上還比較好一點 那這一台我也不修理了啦 因為修理好像也沒什麼意義 那我會把這個拆下來 本日後看有沒有塑缸的基座 我再把它換上去 那這一台應該就可以繼續使用了 因為它馬達是正常的嘛 那我先看流控這個能不能拆下來 因為這個裡面生鏽的話 它整個會卡得很死啊 所以不曉得好不好拆 這個我要拆看看 那我已經將它的流控裝置拆下來了 那這個我們就這樣子保留 至於這個能不能夠拆得下來 還好還好可以拆得下來 這樣子 你看看 真鏽成這樣子 這樣子你敢用嗎 我們這一篇最主要分享 怎麼樣更換這個機械軸鋒 所以我還是完成這一項任務好了 那這些零件就是這樣子 那我順序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這一個這樣子 然後彈簧 然後這一塊 然後直接套上去 然後我們這個就是壓在裡面 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要更換的話 你就是直接去買一組新的回來換 我這一組要等看看有沒有白鐵的 或者是樹缸的 那回來換上去就可以了 那這個我就直接丟掉了 因為我整個都把它拆下來了 留這個沒有意義啊 那這些零件我就先留著 我說不定哪一天有一些零件還是用得到的 好 那我這一篇 木川Bomp型號KQ400的拆機分享 機械軸鋒的更換 分享文章就分享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敬請訂閱和分享 謝謝